美国总统拜登11日晚发表任内第一次全国电视讲话,呼吁美国民众接种疫苗成为拜登传递的关键信息。 拜登表示,他将指示美国各州和地方让美国所有成年人在5月1日前都能登记预约接种疫苗。 就任以来,拜登一直对美国何时能从疫情中恢复常态,措辞谨慎。 当晚的讲话是他第一次明确向美国民众传递抗疫的短期目标,7月4日。 3月11日,加州少数族裔媒体服务机构携手洛杉矶郡政委主席Catherine Barger和洛杉矶县教育局局长Debra Dorado就学生如何安全重返校园举行了网上会议。 洛杉矶郡政委主席Catherine Barger表示,洛杉矶郡的学校自关闭已有一年的时间,学生的学习成绩显著下降,自己也敦促学校重新开放。 目前,对于学校的重启,采取了五种安全防范策略,戴口罩,做好防护,改善学校的通方系统及环境,保持社交距离,勤洗手和维护强大的病例跟踪系统。 加州已经为重开学校开了绿灯并制定了强有力的措施,家长们对远程的教育也很失望,学生们也热切盼望回到学校见到自己的朋友和老师,她将继续支持家长、学生、教师和工作人员安全返校。 洛杉矶县综合医院健康中心主任Alolisa Gonalis指出,自3月15日起,洛杉矶军疫苗的接种范围将继续扩大,16岁至64岁患有某些健康疾病的人群和残疾人士将获得疫苗接种资格。 对于有些民众因没有上网设备无法完成预约的现状,她建议民众可以拨打833-540-0473进行电话预约,每周7天早8点至晚8点半提供多种语言服务。 洛杉矶县教育局局长Debra Dorado表示,现在洛杉矶军给教职工作者分配了88万剂疫苗,计划在远程授科一年后加速面授,加强老师、学生和家长的三方合作, 为所有学区提供更多资源,包括培训和校长经常见面给予指导意见等,更会重新设计教育体系、关注平等这一议题。 对于校园安全重启会做到哪些措施,她指出将用60亿美元的拨款资金来保证学校有充足的个人防护用具、设备等。 最后,洛杉矶教育局局长学生顾问亚凯迪亚高中高四学生Nathan Corr分享了对回归学校面授的看法。 欧洲此前出现多起民众接种阿斯利康疫苗发生严重凝血反应的事件。 11日,丹麦、挪威、冰岛和意大利陆续宣布全面或部分暂停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种。 泰国也于12日推迟了此疫苗在该国的接种计划。 据悉,大约有500万欧洲人已经接种了阿斯利康疫苗,其中出现了大约30例血栓或凝血现象的不良反应报告。 中国商务部3月12日发布数据,2021年1-2月,全国实际使用外资1767.6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长31.5%,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近一半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、欧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6.2%,28.1%,31.5%,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长超50%,超过东中部地区。 大约30 大约30